男朋友林先生去年十月和越南籍的女子登記結婚 今年二月生下小孩 不過因為孩子受孕期間 還有個小姐還沒跟前夫離婚 所以法律上是不能夠爆戶口 林先生和越南籍太太細心照料小男嬰 一家人感情和樂融融 不過他們為了男嬰的戶籍問題相當苦惱 因為阮小姐原本在越南有過一段婚姻 在台灣懷有男嬰的時候和前夫還沒離婚 林先生秀出和太太的結婚證書 兩人去年十月在越南登記結婚 今年二月生下男嬰 為了替孩子爆戶口 他自費兩萬元做DNA親子鑑定 雖然證明小孩是他所親生 卻還是無法用來當作報戶口的平據 林先生的現在的越南票 在受台期間有婚姻關係 所以要推定為他前夫的婚姻子女 是要提起否認之訴 在確定否認判決以後 才能夠辦得以出身分紀 護證書所表示按照法律規定 孩子為阮小姐的前夫所有 必須由前夫或是阮小姐 在越南提起否認親子關係之訴 上訴後才能回台灣報戶口 不過根據了解費用大約落在8到10萬元 這段時間只能由護證事務所 協助聯絡移民署取得小孩的居留權 並且確保就醫服務 接著我們肥胃威瑟 林宏吉 南投報導